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3月9日 家住西安市白化林小区的夏大妈 叫来物业人员 夏大妈说 这段日子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 租房的女房客欠费一个星期 电话不通 找人没有 自家的出租屋里也少有的安静 屋内还是静悄悄的 物业带着夏大妈只得强行开了锁 一进屋 夏大妈的不安得到了证实 物业人员都在头里头坐着 我在最后一个坐着 我刚坐着散步 刚看见这房门壳 那样子一直诱然 我坐着 我赶紧就跌不来 物业人员称 一个女青年已经躺落在卧室床上 夏大妈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辖区发生命案 西安市公安局魏央分局刑警 立即赶赴现场 出事的白化林小区 是刚盖好的拆迁安置楼 发生命案的是60平方米的依据室 在卧室床上 警方发现一具女性尸体 双腿裸露在被子外面 把一对尸体进行了砍验 他这个床单上 就是尸体这个仰卧这个姿势 这个腿根部 床单上有这个警战 客厅空空荡荡 只有沙发 茶几 卧室很凌乱 衣柜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衣物散落在地上 床上的死者下半身赤裸 房间里警方没有发现 钱包手机 电脑等有价值的物品 警方对案件有了初步判断 然后我们初步判断 这有可能是一个入室 强奸 强奸 这后杀人的一个案件 死者面部被交代蜜蜂是窒息身亡的 双手被反绑在背后 身长在一米六五左右 二十多岁 房东夏大妈说 这和租房的女青年身高年龄差不多 夏大妈被死者进行了辨认 因为面部已经没变 相貌模糊 夏大妈不能肯定 这就是自己家的女房客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我们看到出租屋里发生了命案 死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 警方首先要确认这名死者的身份 她是房客吗 那个入室强奸抢劫杀人的人 又是谁呢 房东夏大妈说 三个月前 有个女青年看了广告来租房 谈好租金是每个月九百元 女青年租了一年 并一次性付清了三个月房钱 双方还签订了租房合同 这就是那份租房合同 上面有女青年的名字叫何曼曼 还留了电话号码 根据何曼曼留下的身份证付应件 陕西警方很快和安徽警方取得联系 何曼曼家在安徽农村 1990年生人 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了 几个月前才到西安 为确认死者身份 警方通知何曼曼父母 连夜赶往西安 现场勘察收获不小 在客厅垃圾桶里 警方提取到了两个烟桶 这会是凶手留下的吗 在卧室和客厅里 各有一本台笔 都翻在2013年1月 在案发的房间里 侦察员找到了几张商场购物小票 最后一张打印时间是1月9日 还有一张照相馆的取向凭证 取向时间是1月10号 因为照片没取 这很可能意味着 2013年3月9日接到报案这天 女子遇害已近两个月 面部这个胶带 长痒的痕迹还有霉班 房子这个室温 综合来考虑的话 尸体死亡时间应该在一个月以上 当时这个尸体比较特殊 各个人的意见都不一致 但是我们初步判断 应该在一个月逃少 他这个楼就是比较凉 楼层本身又高 所以没有阳区 没有腐败 因为出事的房子刚建成 没有暖气 在寒冬里 完好的保存了尸体 法医不排除死亡时间 已经超过一个月 甚至更长 而从1月10日 和漫们没有去取照片看 案发时间很可能是1月9号或10号 很快 警方到照相馆取回了照片 照片上的人正是和漫漫 如果死者是他 这应该是他在人世间留下的最后影像 随后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 这个女性身高比较高 当人解剖的时候 就发现 他曾经做过龙胸手术 尸体解剖显示 女子面部整过形 龙过胸 手术时间是二三年前 现场提取到的烟头 经过DNA鉴定 是死者留下的 也就是说 死亡的女子有吸烟的习惯 我们判断他是从事特殊行业 就比如说是幸福工作者之类的 应该是这种行业 警方对何漫漫身份证号码进行查询 发现在2012年11月到12月初 何漫漫在西安多家宾馆有过开放记录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警方的推断 他生前可能从事色情行业 这时 何漫漫的父母从老家赶到了西安 经过DNA比对 确认死者就是何漫漫 父母说 何漫漫常年在外打工 具体干什么 他们不清楚 2013年1月初 他们跟女儿要过照片 是打算给他相亲用的 这也是何漫漫去照相馆拍照的由来 因为父母对女儿的社会交往了解太少 没能提供对破案有帮助的线索 警方把重点还是放在现场勘验上 在卧室床头跪一角 一个闹钟引起警方注意 然后在这个桌子旁边有一个掉落到地上的闹钟 这个闹钟的后盖还有电池 它都是分离开的 感觉像是在发生冲突或者打斗之后 无意中把它碰到地上 然后这个闹钟的时间停留在3点14分 3点14分很可能就是发生打斗的时间 具体是凌晨3点还是下午3点 警方无存推断 既然发生打斗 邻居会不会听到打斗声呢 住在死者隔壁的男警民说 他和死者只有一面之缘 邻居说何曼曼总是独来独往 那段日子他也没发现有什么男人来过 更没有听到异常的声音 因为小区当时刚去工入住的人不多 其他邻居也不了解情况 考虑到死者的特殊身份 警方也不能排除他利用出租房进行卖淫的可能 如果这样 小区里应该能留下蛛丝马迹 警方到小区物业寻找监控录像 原来案发当时 小区的监控还没有安装到位 物业人员也少 他们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 警方不能排除何曼曼在其他地方进行色情服务的可能 警方拿着死者照片 开始在全市的娱乐场所 酒店 足疗店等进行走访 案发现场 警方的勘察工作一直都在持续中 在卫生间里 刑侦人员有了意外收获 在卫生间的一个垃圾袋里 警方又找到了一个打了结的安全套 起初间门背后的收获袋里边有一个用过的冰套 在这个冰套里边也检出男性的精子 冰套里发现的精液和先前床上发现的精斑 会是同一个人留下的吗 警方将两份样本送检比对 这对冰套里边也检出同一个男性的精子 精液的发现让办案人员精神一振 这对一个强奸案的现场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卧室里翻看床头物品的刑警 在台里背后发现一行手写的字 那么要自电话号码 一个地址 在这个我们看他的时候 他的房子的一个日历的一个背面有一个姓段 然后一个电话还有一个住址 安全套残留现场的精液 一个有名有姓的电话 这个段某是谁 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会是凶手吗 警方根据台里上的地址和电话 很快就查明 此人叫段刚 1981年生西安本地人 是一家公司的职员 已婚有一子 这个段刚很快就被列为第一嫌疑人 警方开始从外围摸牌段刚的生活轨迹 看看他和死者何曼曼之间 到底有什么联系 这个案子我们一开始应该是从外围开始 外围做外围了解的 认真的对这个人的社会关系 好多情况进行了细致的一个调查 段刚是个工薪组 开一辆十万元左右的银灰色脚车 婚后一家三口和母亲妹妹 即在同一个屋檐下 警方在没有惊动段刚的情况下 暗中对他进行了跟踪走访 段刚会是凶手吗 经过跟踪摸牌 警方发现段刚生活很简单 每天在家 儿子的幼儿园公司三点之间往返 警方决定对他进行传唤 到晚后 警方首先让他辨认了何曼曼的照片 段刚手 照片上的人叫何盈盈 和她是朋友关系 已经两个多月阴心全无了 段刚到案后 很震惊何盈盈死了 他跟警方介绍了两人相识的过程 那是2012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8点多 他开车在路上 遇到一个拉着行李箱的女青年拦车 路上 他当过电车 那么送了去机场 也给了三个块钱 出了 因为自己收入不高 考虑拉这趟私活能赚不少 段刚就答应了 下车的时候 何盈盈给他留了电话号码 互相就留了两些方式 他说他在这边是搞服装水 在这边拓展市场 以后没事的 有机会来我请你吃饭 几天之后 何盈盈主动联系了段刚 请他吃饭 段刚说 认识何盈盈这样一个年轻能干 出手大方的女人 对自己没什么损失 何况何盈盈很快就表现出对她的好感 可能跟有一些新鲜感 跟以往跟自己爱人在一起 这种感觉稍稍有些不同 你其实会发展的这一步 这个事情 已经死空前化不是 像什么多大的事 而且现在这个女孩都比较 就说是放开 段刚对撞上的这场桃花运 并没有拒绝 段刚还给何盈盈买了玫瑰花 表示爱意 一来二去 两人关系发生了质变 段刚偶尔来何盈盈的住处约会 那么死者身上留下的金斑 以及安全套里的金业 是谁留下的呢 经过DNA比对 显示就是段刚的 段刚如何解释呢 段刚承认自己在1月9号下午 和何盈盈发生了关系 警方注意到 这正是闹钟指针停留的时间 段刚说 2013年1月9日下午3点多 在和何盈盈发生关系后 他就开车离开了白化林小区 之后就联系不上何盈盈了 因为要过春节 他以为何盈盈回老家了 对这样一段来去容易的感情 也没放在心上 反而觉得轻松了不少 他承认自己和何盈盈 在1月9日发生过关系 但人不是自己杀的 可就在段刚的车里 警方又发现了一卷胶带纸 还有一截白色尼龙绳 这和死者身上的是相同的 你车上的那个胶带纸和绳子是怎么来的 段刚回忆起来 胶带纸和尼龙省是何盈盈放在他车里的 这一放就是几个月 现场遗留的证据显示着 他和何盈盈的死有着撇不清的关系 段刚口口声声 自己只是和何盈盈发生过关系 但绝对不是杀人凶手 凶手到底是段刚还是另有其人 警方需要更多的证据 更多物证被发现 案情发生逆转 为什么会把经验扔下 这个太反常了 一个女人认出了死者 她是开着一张 那个黑色的屁股漆 然后提醒的也很漂亮 台力上的男人 开奥地屁股的男人 谁才是真凶 这就是想把戏 因为我们都知道 背后的人在 命犯讨话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在命案进场 侦查工作仍然有一条部分 每一寸地板 每一块墙面 警方都没有放过 经过又一个日夜的勘察 警方发现 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 没有留下任何 自己的齿轮跟足迹 明确的能看出这个托板 倒退的把房间拖完 最后一下 拖就拖到门内侧 明显看出一种 是一种海员拖到拖的 原来经过地毯式搜索 警方没有在现场 发现任何指纹和脚印 连死者本人的都没有 现场很显然 被精心打扫过 这个抢劫强奸杀人现场 出现了极端的情况 一方面缺少重要的痕迹物证 另一方面 个别物证的出现 又显得唐突 腿根部床单上 云团上这种精斑 两个避孕套的包装 一个避孕套 感觉是打的结了 对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 一点 为什么会把精力留下来 这个太反常了 既然是强奸 为什么用避孕套 甚至还留下了精斑 避孕套是警方发现的第一个反常现象 第二个反常出现在卧室里 闹钟被打翻在地 电池和裱盖分离 电池却散落在不同平面 如果按照它在床柜柜上掉落的位置 它的附件应该散个地面 而不会弹起来 一个是掉到抽屉 一个是后盖 弹到第二层 跟实际应该坠落的距离点也偏差 这些反常现象的出现 让警方屏住了呼吸 他们对这场命案的分析 完全调转了方向 这个现场很可能是伪造的 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指示 就是把公安机关最起码 就是把我们侦查的这个思路 想象另一个方向来指引 或者说是这个现场 虽然有伪装 但是又给我们指了一条 好像侦破的道路 你从这儿可以直接能找到嫌疑人 警方说大多数嫌疑人作案都会打扫现场 目的是逃避打击 但这个命案现场经过清理事实 流出破绽是虚 最重要的物证经班 地板上的闹钟 台地上的人名电话 似乎有意向警方指明嫌疑人身份 这个精心设计的现场 到底要把警方引向哪里 凶手的杀人目的 又是什么 警方决定来一个将计究竟 在当时工作的时候 这个案件情况 扩散到一定的范围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导演的人在哪 这一双眼睛在哪盯着我们 现场遗留的证据也表明 一个嫌疑人不可能打扫完现场后 留下那么多指证自己的证据 更不会将交代纸绳子这样的作案工具留在身边 这说明段刚可能真的没说谎 他不是杀人凶手 那么凶手会是谁呢 因为这些反常现象 警方对案件做了重新部署 在现有证据基础上 西安市公安局魏阳分局领导 主持了多次案件分析会 大家对案件性质有了重新认识 这个床单又是相对比较平整 如果在这个床上发生了有打斗 冲突甚至是强奸 那么这个床单不应该是这么的平整 这个女性的两个大腿内侧也好 身上也好 没有发现什么手的抓伤了 偷伤之类的 显得很平静 法医判断死者身上没有伤 现场也没有搏斗痕迹 这个强奸现场很可能是死后伪装的 我们就认为这个应该是死以后 死以后存 这个分析是对的 经过论证 警方达成一致意见 凶手应该是男性 和死者很可能认识 因为死者本人年轻力壮 有抵抗能力 从现场没有搏斗痕迹看 和慢慢是窒息后被人反绑双手 缠绕的头部 又伪装了强奸杀人现场 可他为什么被杀 凶手又为什么要伪造现场呢 通过案情分析 嫌疑人的形象也逐渐在警方头脑中 显现出来 因为嫌疑人精密的现场设计 警方判断 此人有和警方打交道的经验 不排除有案底的可能 那么死者的社会交往就成为破案的关键 三天的走访下来 终于有一家足疗店的服务员认出了死者 事发几个月前 何慢慢曾经在他们店里工作过 这个足疗店的服务员说 何慢慢工作了不长时间就离开了 是有人开车接他走的 当时是开着一辆黑色的Q7 然后挺新的 也很漂亮 看着应该挺有钱的 是 他做着朋友的奥迪黑色Q7 对 那这个车牌号 应该是闪 应该是闪A多少 具体车牌号我没记 何慢慢的同事说 当时那辆奥迪车很新 很炫目 这款车因为刚上市不久 价格高 开的人不多 所以他印象深刻 这个开黑色奥迪车的人 和何慢慢是什么关系呢 他会是凶手吗 警方已经了解到 台地上所写的断钢 是现场发现的唯一 和何慢慢有关联的男性 他平时开的是一辆 十万元左右的银灰色轿车 外围调查也反映 他没有开过黑色奥迪Q7 这个开黑色奥迪车的男人 纳入了警方的调查范围 成为了本案的第二个嫌疑人 应该有几十辆吧 黑色的奥迪Q7呢 就是几十辆车 很快警方就查明 半年内西安本地购买奥迪Q7的名单 又从车管所调出了本市黑色奥迪Q7上牌的情况 符合条件的不过二十多辆车 通过道路监控系统摸排着二十多辆车的行车轨迹 这时有一辆车引起了警方的格外注意 它经常出现在断钢甲附近 断钢甲附近一个饭店老板说 几个月来 经常有个开黑色奥迪Q7的男人在店里吃饭 有时候是一个人 有时候和一个女青年 经过老板辨认 这个男人不是断钢 警方查询到这辆车的车主叫张强 车是2012年10月购买的 张强是一个公司的经理 警方调取了张强的档案资料 这一调查有了重大发现 为一个之前有前科的 之前和公安机关也打过交道 符合我们之前对嫌疑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刻画里边 他有前科了解公安的一些工作流程 张强1973年生 西安本地人 高中毕业后进入一家国企工作 1994年因为坚守自盗和贪污被判刑9年 出狱后做起了积淀生意 这几年生意红火 个人收入已经在百万 张强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 就是有和警方打交道的经验 鉴于有重大嫌疑 警方对张强的生活轨迹进行摸牌 两个嫌疑人张强断钢 同时纳入了警方视线 目前看这两个人都是作为咱们重点嫌疑人去 针对 都针对这两个人做工作 对和漫漫的调查有了进展 2013年1月7日 也就是事发前两个月 他曾经到公安局报过案 那一天 他在菜市场被小偷偷了钱包和身份证 当时他留下了银行卡信息 警方查询银行卡后发现 在2012年12月到2013年1月初 这张卡先后存进4万多 一个足疗店的服务员死前这大笔收入因何而来 这和段刚奥迪车主张强有关系吗 这时外围调查的民警从张强的员工那里得到一个重要信索 警方已经得知 张强是一家经营机电设备公司的经理 只是没料到 他的秘书段丽是段刚的妹妹 这一发现让警方惊喜不已 把似乎不相干的段刚和张强联系在一起的人 正是段刚的妹妹段丽 警方还得知 这份感情进展并不顺利 他妹 他对象 他家人都很反对 这样就期待了这个 姓张强 段丽把两个嫌疑人张强和段刚联系在一起 他很可能知道一些内情 警方传唤了段丽 段丽介绍了他和张强交往的经过 段丽说自己大学毕业就到了张强公司 已经两年了 老板张强一年前对他展开了追求 段丽没有父亲 张强大大十多岁 事业有成精明强干 有经济实力 这让从小缺乏父爱的段丽心动了 在一次去外地出差的时候 两个人在酒店住到了一起 之后为表达诚意 张强以段丽的名字 花四十万买了一处住房 张强的付出 让段丽认定了这个男人 没想到 恋情遭到哥哥和母亲的反对 段丽大学学的是外语专业 家人觉得他可以找到一个更般配的男人 于是坚决反对他们交往 长兄为父 哥哥段刚热令段丽 从张强公司辞职 没想到辞职在家待着的日子 两人还有来往 于是哥哥段刚头一次打了妹妹 打过一次 真的 打伤了吗 就是家里没有人动过 然后就因为那件事情之后 我心里边就特别伤心 然后跟他说过 他就是说我哥 如果以后再敢动的话 就做了他的手之类的 段丽觉得张强说狠话 不过是安慰自己 也没往心里去 何况哥哥和张强本来就不认识 哥哥根本就不认识他 没见过 就没见过 知道有这个人 但是没照过面 对面从头都没有 原来段刚的妹妹 和大自己14岁的张强谈恋爱 遭到母亲和哥哥段刚的反对 甚至发生过肢体冲突 这让警方意识到 张强和段刚不是朋友 而是有个人恩怨 也就是说 张强因为恋爱被阻挠 和段刚之间有过节 但是这跟何曼曼被杀 有什么联系呢 谁又是真正的凶手呢 警方带着一团 继续调查 因为张强有和警方过招的经验 警方对他不敢掉以轻心 已经确定嫌疑人的时候 但是我们当时都把 我们外围的一些大范围的走访工作 还在继续 实际就是想麻痹 因为我们不知道背后的人在哪 锁定了两个嫌疑人 到底谁才是真凶 从天而降的桃花运 命中难逃的生死结 命犯桃花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考虑到张强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警方在确定他有重大嫌疑后 也是在暗中补控 警方发现 张强近期行为反常 他的黑色奥迪车 经常出现在段刚家附近 还经常跟段刚的妹妹 了解段刚的动向 张强对段刚格外关心 让警方怀疑 他很可能知道案件真相 不排除他就是幕后策划者 鉴于时机成熟 在接到报案7天之后 也就是2013年3月14日 警方决定收网 将张强带回了公安局 自认为自己是一个 比较成功的商人 之前也有过前客 但是他认为自己 借着这点 认为他自己已经改过自新了 现在的生意也做得非常好 没有必要做这些 张强一再表示 自己不认识死者 强调自己日子过得好好的 没必要做监犯科 警方有意提到了段刚 张强对他是什么态度呢 而段刚提到妹妹的男朋友张强 也是很淡定的态度 对两个嫌疑人的询问 还是没有取得进展 似乎都有嫌疑 但真正的凶手是谁 仍然不清楚 哥哥打妹妹的事情 发生在2012年10月 这只能证明张强和段刚之间 确实有过节 但这和死者 何漫漫 有什么关联呢 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要揭开真相 只有等待张强开口 而张强依然是事不关己的态度 一个关键物证的出现 让张强傻眼 一笔罪恶的交易 一个注定走向死亡的女孩 射击的这个环节里头 这个女孩就死掉 命犯桃花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时候警方意识到 要查明真凶 依然是要靠证据来说话 此时在张强公司进行搜查的 一路民警有了重大收获 他们在张强办公室里 找到一个手机 里边居然还有和死者 何曼曼的通话记录 这说明张强关于不认识死者 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在铁的证据面前 张强无法抵赖 自己认识何曼曼的事实 以五一时交代了 自己精心策划 并且栽赃他人的事情经过 原来张强与段刚 虽然从没见过面 但对他阻挠恋爱 一直怀恨在心 段力纳在哀打后的哭诉 成了导火索 张强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而何曼曼成了他借刀杀人的工具 2012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 张强结识了自称仁方的何曼曼 当张强得知他刚到西安一个月 就提出能否帮他完成一个任务 给这个人放 党子说的时候 指教他干啥 说此真是个人 目的勾引他人放 人放为啥就要刑感情人去替你做这件事情 给钱吗 给钱 赞给钱 多少钱 你给他赞出来 你哥 一百五千万钱 从一开始 让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是从委体刚来的 这写没有啥关系 今入的几个关系 都是和他从事同样的职业的女孩 这女孩来写一个月 就让这个人碰到 这个人在这前面 肯定还和其他人 在不停地在寻找 哪一个适合的对象 按照张强的谋划 自己设计教训段刚 需要一个帮手 何曼曼的出现 让他眼前一亮 这么让他 勾引别人上藏 然后 要想 拿到这个 这个人 张强告诉何曼曼 安排他去勾引一个客户 用手机拍下视频 留下物证 试成之后 给十五万 先预付三万元 条件是 必须断绝和其他人的一切往来 在金钱诱惑下 何曼曼答应了 张强让他勾引的客户 就是段刚 从一开始 他答应这个事 就出于一个利诱的状况下 灰色地带的女孩 也想改变境遇 他得到这个客户以后 给他付钱的时候 他赶紧 他已经到西安外院这边 他都去问了一下 学韩语 两年以后得多少钱了 为了让戏演得更真一些 张强首先要何曼曼 扮演成梁家妇女 没想到那天开车离开的画面 被店员捕捉到 把自己暴露了 张强计划的第二步 是让何曼曼租住一间民房 于是何曼曼找到了夏大妈 租下了他的房子 一开始 何曼曼用划车的手段 和断钢搭讪 断钢此时也回忆起来 自己的车 在12月初曾经两次被人划过 看断钢没有上钩 张强又叫做何曼曼去拦断钢的车 于是就有了断钢送人到机场 赚取外快的美食 再之后的每一步 何曼曼都是依照张强的短信指示完成的 2013年1月9日 让他约断钢到自己的出租屋约会 发生关系后 留下了安全套等物证 随着他和这个女孩和他的这个事情 一步一步的深入 他就感觉这个女孩 知道他的信息很多 这个也让他感到有些不安 何曼曼以为张强只是要害人 自己只是拿钱办事 银行卡上的4万元钱都是张强给他的 何曼曼认为对方说话算数 自己按照指示做完这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他没有预料到 真正的结局全然不在自己掌控之中 2013年1月9日下午3点半 何曼曼跟断钢温存之后 按照指示在家等待 这一次他等来了恶魔 按照张强的说法 他上楼后 因为何曼曼要挟他 自己不得已捂死了他 随后便刻意布置了杀人进场 直接指认断钢 舍机的这个环节里头 这个女孩就要死掉 按照警方分析 张强和何曼曼只是利益关系 因为5000元钱就杀人的理由站不住脚 至此警方还有几点存疑的地方 在断钢车里发现的胶带和绳子 恰好和死者身上的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张强指使何曼曼 让断钢买来了胶带纸和绳子 何曼曼按照要求留在家里一部分 剩下的又放回断钢车里 何曼曼没想到的是 这绳子和胶带纸居然要了自己的命 现场那个停留在3.1克的闹钟 也是张强让买的 就是要伪造作案时间 他设计案件以后 包括他放 就是现场的一些证据指向 他都是知道 你现在是中证据 好 你要的证据这边都有 但是他没有想到 公安机关在索取证据的时候 同时对证据的这些可信度 证据的真实程度 我们也是会进行仔细的来分析 深情缓缓的白马王子 竟然是杀人恶魔 杀人栽赃动机令人费解 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人格如此扭曲 自负 自私 心里爱无情 能哭不清 命犯桃花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直到警方找到段力 他才知道 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竟然做出了杀人栽赃给自己家人的事情 警方通过了解张强的社会关系发现 张强已婚 有妻子 有孩子 除了段力外 他还同时周旋在几个女人之间 买房只是他哄骗女人的手段 就是有时候他说要回去照顾他 看他爸妈嘛 这个我能理解吗 然后剩下的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让我看出来他还有 有家事 而在和张强交往中 段力也感受到了对方的霸道 控制欲强 段力说 哥哥没有见过张强 而张强也只是侧面见过哥哥 段力知道真相之后满心悔恨 自己是彻头彻尾被骗了 而张强因为恋爱受阻 就杀人栽赃 这种犯罪动机常人无法理解 警方在了解到张强的人生轨迹后 对他的犯罪心理也做了分析 还是他自己 实际上很快成功 有一个膨胀过程 加上自己的自负心理 因为这个女孩 灭口以后 他是完全可以应付这个事情 可能想到公安家 可能很快会找到段谋 也找不到他 所以嫌疑人在整个这个过程 显露出来的他个人的这一种自负 自私 心理 无情 冷酷无情 心理是特别强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美锦教授 欢迎李老师 你好 这个案子看完之后 我们心情都非常沉重 就是居然张强设计出了这么复杂的一个犯罪的环节 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心理吗 因为他这样的行为确实我们常人没法理解 那么我觉得这个人实际上他心胸很狭窄 他斤斤计较 周围对他稍微有一点 甚至人家都不知道得罪他 或者挡他的道 他都要报复 而且挺无知的 你比如说他就觉得警察是拿他没有办法的 他不了解警察 他是一个专业 他不是一个人 这个专业会有很多的智力 也就是说在这种背景下 你根本不是对手 所以有很多犯罪人 我觉得就恰恰是缺乏这个知识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领域当中顺利了 他就认为他都聪明了 你要知道你再聪明 你的知识和你的见识都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在他很小的范围内 他又觉得他自己很聪明 但我们从外人来看 他实际上并不聪明 我认为警方第一就是很负责任 然后第二非常细心认真 也就不被他一些假象所迷惑 所以这个案件我觉得破获的是很漂亮的 断刚只不过尽一个哥哥对妹妹的责任 就险些惹上牢狱之灾 而何曼曼 也就是断刚口中的何盈盈 张强口中的人方 为了钱 搭上了才22岁的年轻生命 从张强找到他那一刻起 他就走向了死亡 到案后 张强对警方只提出一个要求 断力说经过这场劫难 自己感情上离职多了 和哥哥的关系也修复了 断刚说每当再走过认识何盈盈那条路 心情都很复杂 觉得这个女孩死得太不值得 他这个确实给我们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很多就是说是或许这个事情过去了 或许那是以后往往很长的一段时间 或是这一整个人生的这个事情 磨掉 从这次以后就下决心 他还是是过日子 觉得这个女老板对你这种感情吗 你想想是真爱 不是 通过后期这一系列的这些 伤及到他人这个事情就太害怕了 肯定不是真爱 这个真爱力点 哪可能有这么多谎言 对警方来说 这起案子成功破获 真凶归案 没有人被冤枉 但案件留下的思考是沉重的 也算一个众生相吧 一个案件里边 就是每个人 咱们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首先一个自己的行为 包括和周围人的交往里边 必须合乎法律规范 和合乎一定的社会道德底线 犯罪嫌疑人给我们的印象是可恨 哥哥和他的妹妹当然是无辜 但是最可怜的是替犯罪嫌疑人 去诱惑哥哥的那个女孩 这个案件是很个别的一个案例 但是类似这样的女孩非常多 也就是她一个人出来闯世界 有的时候她只要能挣到钱就可以了 她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点点自我保护的意识 就是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实际上是在危险的边缘 因为有些人他就盯上你们这个群体 有些人干这个工作 他是不敢让家人知道的 甚至不敢让朋友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 所以你一旦遇害了 我们都没地儿找你去 张强设计了这么一整套的计划 你看这个计划当中穿上了这么多的人 都按照张强这个剧本的设计 在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 你也帮我们分析一下 在这一幕离奇的大剧当中 每一个角色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弱点 他首先找人很准 第二他每一个目的最后都达到了 比如说找这个小姐 然后给他住的地方 给他钱让他去做什么事情 而且这个都实现了 让这小姐去勾引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也上到了 我常说一句话 如果你走到一个路口有红灯 即使没有人你也不过的话 你一辈子不会被闯红灯被罚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做人的一个什么 基本的原则 也就是说在独自一个人的情况下 即使有一些看似是好事 但如果这个好事来路不明 你不要轻易的接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时候 如果你要一旦接 可能你就会有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结局出现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就是他在利用人性的弱点 有的人是为钱 有的人是想来点惊喜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生活当中这都是很常见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要是被人惦记上了 这就是你致命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人在一生当中 要不断的成熟 这个成熟过程其实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叫修养 修就是你要把自己一些欲望的东西 包括一些本性的东西 你经常要去理解它的问题在哪 养呢 那就是要自我的一个有意的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包括我们的训练以及控制力 这个案件呢 我觉得它虽然是个案 但它确实对我们很多人都是一个人生的很好的一页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但这个案例又特别像是编剧编出来的剧本 起伏跌宕一波三折 在这个案例当中 每个人都想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前提应该是遵纪守法和守住基本的道德底线 在这个底线之上 我们再来谈我们应该或可能获得什么 否则每个人都会是受害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李老师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